跟别人比 这种智慧 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比较的一个技巧 所以佛法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你可以通过佛法的修学 来证实自己 你的智慧是否提高了 能不能离苦得乐了 现实的苦恼 比较虽然是痛苦的 你通过佛法的努力学习 修行有定力有智慧 你在比较当中的痛苦 完全消失 看到你的好的人 你自己变得更有信心 看到不如你的人 你变得更有自信 然后你还知道 怎么去帮助别人 因为你也是从这条路上 走过来的 这是跟别人比较 跟自己比较 自己 有没有进步 这个比较也很重要 这个有些人呢 他念佛念了很多年 他跑到师父说 这个建筑法门我也信了很久了 我念佛也念得很诚心 很专心的 我就是没有进步 我烦恼还很多 那我其实就很清楚 你念佛并没有专心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喉咙喊破 也往然 其实说往然呢 是从意义上说 只要口念 咪陀 你的口业 也是在修行 在改善 所以念多 还是会改变你的心 效果是肯定有的 但是很慢 那如果你 装心自制地去念 效果非常快 一个月的佛 装门念下来 你的脸色都会改变 变得更好 特别是 岁数大的人 你如果装心 每天都不出门 也不东跑西跑 不讲闲话是非 关键的话讲一下 没有用的话就不讲 无意语言 不去讲 就专门念佛 你专门从早到晚 从晚到早 穿心自制地 你一个月 你就会发现 不但烦恼少掉了 你也红光满面了 没有红光满面 起码你的老人帮 会少长几颗 会少掉的 老人帮长起来了 你心里的烦恼 也会少掉的 他不在这里得到好处 就在那里得到好处 因为心安 哲理得 身体就会好起来 念一句佛 东当心 西当心 东害怕 西害怕 心乱 那个效果不一定好 如果你想到 在那里当今受怕的 这个心态 比你念佛 得好处的 更严重 那你念佛 念得 再久 你也是倒退的 所以这里面 我们有非常 准确的数据 烦恼多的人 念佛 跟不烦恼的人 念佛 效果不一样 烦恼多 会把你念佛的 这个功夫 给慢慢地抵消掉 所以念佛 也叫消业障 念佛 诵经 你的障碍 慢慢都会消除掉 所以通过自身的 努力 可以在自身上 给予比较 身体 身体 是不是更好了 持戒 念佛 诵经 听法 你把这个时间 多用一些进去 戒定会这三学 多一些以后 你身上的 身体的行为 身体的质量 体质 改善 心情 也改善 身体 要是好的人 心情 要是好的人 他的嘴巴 讲话 就会比较好听了 就不会 展翅了 有些人 夜站重啊 他一开口 就展翅 看到别人好 他嫉妒 看到别人不好 他又瞧不起别人 又傲慢 所以这种心态 你念佛 如果有受用 真心念佛 一定会有受用 据我所 研究 所了解 所有的经典 所有的咒语 都不如 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 所含有的功德 更加伟大 真的是这样 因为佛经里面 这样告诉我们 念一句 阿弥陀佛 可以消除 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这是佛经讲的 其他的任何经咒 没有这个说法 就是念 功德 功德 虽然无量无边 但是他是得到 观世音菩萨的 加持 跟观音菩萨的心 相应 那也能消 很多的业障 但是阿弥陀佛 是观音菩萨的师父 他还摄取了 二百一十亿 诸佛庙徒 清净之行 他运行了 是这么多佛的功德 在一个 阿弥陀佛这个身上 所以当我们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的心 越来越像阿弥陀佛 你的像也 越来越像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相应 当然你 念三句佛 就想吸天去 是不可能的 但念一句佛 也有一句佛的功德 不能说 我今天太忙了 我就不念 不管多忙 你都念 他就有效果 那么通过这个 借电会的修行 对于自身 身口业商业的改善呢 这是看得见的 改善的标准 就是结果 就是你对快乐的事情 和对痛苦的事情 你的态度不一样了 诸位反省一下 你用过功 信过佛的人 是不是有这样 以前 你对快乐的 可能都在于 别人要是 赞叹我 所谓做人 做个名气 别人说得好 自己就很开心 觉得这是快乐的 别人要是 说你不好了 就很难过了 有些人 参加这个 集体活动 参加 一些宴会 都希望把自己 最漂亮的衣服 拿出来穿 让别人 看一看 在历史上 有很多 这个 典故 就是表里 很难如意 家里很穷 还使爱面子 活受罪 也有这样的人 那个村网的 小品 不是那个赵本商吗 你们看了没有 人家给他点鱼翅 他说鱼翅我吃过 这个不好吃 我曾吃鱼翅 脖子还被 卡住了 是吧 鱼翅 他也是 讽刺 使爱面子 活受罪的人 为什么 对待痛苦和快乐的态度 通过学佛 会改变了 因为我们 神生在世 唯一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 离苦得乐 记住啊 人生 人生唯一有意义的事情 是 离苦得乐 但是 什么是苦 什么是乐 需要智慧 去分析 你没有智慧 你会把痛苦 也当成快乐 福建里面说 小孩子 贪图 蜂蜜 刀刃上的蜂蜜 舌头一甜 舌头被割掉了 凡夫 贪着 五欲 就像 贪着 刀刃上的蜜 虽然很甜 但是代价太大 那么 没有学习佛法的人 基本上 都会把世间的五欲 作为人生快乐的追求 你有智慧的人 虽然需要财色 明十岁 都需要 但是你不以这些 作为你人生的方向 平常的人 常常会 把人生的价值 建立在 生命以外的事物上 比如说 你有多少栋房子 你的地位 有多高 你做了多少的事业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你是什么学问 都是把外面的东西 当作你人生的价值标准 学习佛法以后 你就发现了 其实真正有意义的是 有利于身口一三叶 你会把向外的 这个眼光 开始收回来 观照自己的 生命 所以大部分的人 他的眼光 只要注意外面 心中 很容易产生矛盾 因为我们的心 是不能受污染的 你越受了污染重 你就越痛苦 当你把心回过头来 看自己的心 初步阶段 你会发现心很乱 再用功下去 通过涅佛持咒 各种方法 打坐 观心 通过这些方法以后 你会慢慢地就发现 你的心怎么会这么乱呢 回观反照看到了 看到以后 你继续用功 这些乱的念头 其实是已经在 一个一个地消除了 但是我们无量节以来的 习惯太多了 并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解决的 所以古大德 跟我们讲 智慧 鉴定 你的观念 是可以一次性到位的 一次性到位 就是你听法的时候 如果你有 这种回观反照的能力 观照自己的心 你可以一次性就看到自己的心 完全清静 看到没有 你看自己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不思善也不思恶 这时候 你的心是怎么样的 有很多人回观反照一看 他能看到自己 哦 原来善恶不思 我是超越善恶之外 非常的清楚 却不被善恶所束缚 所困扰 也不会被过去和未来 所困扰 因为过去 都是我们的记忆 未来 都是我们的梦想 人的生命 真正的活着 只有当下 昨天 永远不是你的生命了 因为它 不可能再回来了 早就过去了 未来 永远没有到来 当未来到来的时候 也是那个时候的当下 所以 你现在 要想到将来怎么样怎么样 那全是 未来的梦想 你是在做梦 你想到过去 所有的一切 只是你心中的记忆 所以你不要可怜自己的身世 不要可怜自己没有遇到善知识 也不要可怜自己怎么样 也不要得意自己曾经怎么样 更不要把你心中的仇恨 和自卑 留在自己的心中 时时去品味 你这么一看 是不是这样呢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心中完全是净化掉了 在道理上 马上就通了 所以 佛在仁云经说 礼俗 顿悟 趁悟 并消 就这个礼啊 任何人 只要你听懂这个话 不管你有没有修行 有没有皈依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基础 你当下 一看到自己的心 哦 原来真是这样的 过去的一切 确实只是一些记忆 过去那个仇人 早就死掉了可能 你还在那里生气 甚至在背后还在骂他 何必呢 所以你一看到心 那么清静 就要礼俗 顿悟 一下子就到位了 事须见修 事项上 事情上 你要逐渐的修正 因 次必尽 事须见修 因次必尽 就应该 按次第 有步骤的 了断自己的习气烦恼 你一看到自己真正的生命 大家回观一下 你可以看到你真正的生命的本质 就是既没有痛苦 也没有快乐 既没有恶 也没有善 但是你能够感受快乐 感受痛苦 也能够分别善分别恶 也能很清楚 心中既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但是你也可以回忆过去 也可以梦想未来 这样你的理和事就圆满了 那么过去的一切 我不愿意的行为 我不愿意的行为 我不愿意的痛苦 你在理上看到已经没有了 在事项上 你会慢慢的改变 这叫做 因次第净 是逐渐逐渐的改变的 你不能说 我道理都懂了 做还做不到 然后你就不做 道理都懂了 做还做不到 我还在继续做 这就对了 你要继续做 这就对了 当然 有些人 这个道理啊 未必懂 说自己道理懂了 未必懂 因为我们看 佛法 这个学习起来 它整个体系啊 是非常庞大的 有时候 按我们世间的 现实生命当中 改善的角度来说 人间佛教 或者人生佛教 那比较简单 因为心量放大了 你就能够包容 你身边发生的 原来你以为是痛苦的 看不惯的那些事情 没有智慧的人 会拿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别人做错了 你在那里痛苦 其实别人错 别人自有因果 你又何必痛苦呢 你要是别人的错误 来痛苦 那你也一样错 所以六足大师说 若真修道者 不见世间过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过 若见他人非 己非却在左 你看到别人的错 你的错误就在旁边 因为你没有看到因缘 没有看到缘起 只看到了这个结果 所以你的错误 是自己没有智慧 通过 对人生的观察 借静慧这三学 如果在你的身心当中 得到弱实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能得到改善 戒律 是改善我们人际关系 最好的方法 所以持戒的人 他跟别人的人际关系 是相处得非常好 有些人自己持戒了 说是自己持戒了 然后眼睛一睁开 就看别人的错 就去骂别人 就去生气 这不是真持戒 真持戒的人 他看到了别人错 想办法帮忙改善 但是不是生气 当然如果有方便法门 生气发发脾气 让你害怕害怕 你就改过来了 这也可以的 但这是方便 按佛的要求 是不可以这样的 持戒改善人际关系 所以大家看 凡是持戒的道场 你一进去这个寺庙 你觉得很舒服 很融洽 那个气氛就在那里 这个气氛就是道风 你一到那个 不持戒的寺庙 一进去 不舒服 乱乱的 这不舒服的 这就是夜风 那是恶夜的风 持戒的道风 也是夜风 但它是道夜的风 道夜成为风气了 能让大家感觉到 道的存在 所以持戒 能够使 人际关系 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所以诸位居士 你不要因为 你受了三归一 都跟家里人的矛盾 三归一就是戒 受了戒 是为了跟家里人 更和谐相处 受归一 是为了跟他 更好的相处 你不再伤害他 不再因为他而烦恼 受五戒 也是为了社会环境 更加和谐 八观哲戒 菩萨戒 都是如此 三归一 是首先自己 自己与 自己的生活环境 自己的人生目标 确立起来的 这就是三归一 五戒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不杀生 相处得更好 但是五戒 跟动物的关系 它还是比较消极的 就是我只是不杀生 只是不伤害你 并没有如何保护你 菩萨戒 它的关系 更圆满了 菩萨戒 不但你的心 跟身体要和谐 你的身体 跟身边的人要和谐 你身口意的行为 跟所有的众生 都要和谐 所以受菩萨戒以后 蚊子苍蝇不能打的 任何一个宗生 你都要跟他和谐 不但不能打这些动物 我们受这个 地球戒也是一样 菩萨戒 生草也不能踩的 这个草长在那里 很漂亮 你不能跑上去 两条踩下去 随意的就踩掉了 虽然草没有痛苦 但是被你踩了 你跟他的关系就不和谐了 你看看 佛法是 持戒是这样的 你说自己受五戒了 结果家里人要吃昏 那我受五戒 坚决不吃 不吃 五戒里面没有要求 菩萨戒里面有说的 不吃就不吃了 你还说 你们夜上珍重 一天到晚吃这个 他们就不喜欢你这么讲 偏偏他们不喜欢的 你就偏偏说这个 你越说 你的关系就越差 你尚与发现他们的优点 因为众生都有佛性 你如果发现他有决心 发现他有思想 发现他有优点 你可以告诉他 这个优点还可以继续 往前进步 每一个人都会相信 因为佛法真的是 有智慧的 你如果学了佛法 没有这个智慧 那是不够 所以通过这个戒律 能够让我们现实的生活 从不和谐不协调 转为和谐 转为协调 所有人际关系的痛苦 都是因为不和谐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国家正在提倡 和谐社会 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堂 主题就是和谐世界 从心开始 从我们大家的心理开始 因为心如果和谐了 你的行为就和谐了 就慢慢地改善了 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堂 又要召开了 第二届的主题是 和谐世界众远合合 你看 每一个人 都以持戒的心态 遵守规则的心态 这个世界 就是美满的人间 他达到极致 最好的状态 人间绝对就是净土 是非常理想的 人间的生活 虽然还在六道当中轮回 你的人间 就可以是人间的净土 这是佛法 在现实人生当中 他的方向 他的方法 他的结果 他的主体 都非常明确 你长期学习佛法 给他归类以后 你就知道 我这一生 为我个人 为我家人 为我这个社会 能做什么 你就很清楚了 只要朝这个大方向 努力 哪怕一个念头 哪怕一件小事情 你都是有意义的 你的生命没有白活 你做了很多 却是稀里糊涂的 自己的内心 越来越堕落 自己对老病时 越来越害怕 越来越恐惧 得到好的 你越来越贪恋 得到不好的 你越来越讨厌 有些人 活得不耐乏 不耐访了 活腻了 想自杀了 因为他得到 不好的人生 他越来越讨厌 这就是 没有意义的人生 一个自杀的人 他根本不懂得 生命宝贵的意义 所以佛告诉我们 自杀的人 是跟杀人一样对的 也要下地狱 自杀的人 没有不下地狱 那么当我们 明白了这种方向 你所做的善事 哪怕做一点点 你都心里心安理的 你在这个世界上 就上发出 你独有的光明 这种光明 你不需要去求 像太阳光一样 我们在这里 没有太阳光 电灯光也不错 是不是 晚上没有电灯光的时候 就是引火虫的光 照一下看看 手表几点钟 也能看到 也还是有用的 善事不计大小 生命有了方向 所以我们经常会感恩 在这世界上 我们感恩父母亲 给了我们生命 感恩所有的老师师父 使我们的生命 更加丰富 更有内涵 感恩佛陀 给我们生命 指出了方向 你看你有了生命 这个生命 又可以更加丰富 这个丰富的生命 又有了方向 神圣怎么能不感恩 所以对于这种 和谐世界 众人和合 现实的生命 可以通过修学戒律 得以和谐的改善 这实在是 一大幸福的事情 那么如果你细细地看 人生痛苦 可能是快乐的 或者是痛苦的 经过戒定会的 修学 因为定力 可以开展智慧 智慧 也可以你 听法的时候 文师一下子就到了 但是做法呢 我们不着急 慢慢来 叫做 文道有先后 学术有专精 你不要跟戳家师父比 你说戳家人 每天念几个小时佛 打坐几个小时 那是人家出家人 是专业的修行人 你也不要跟某一个居士比 因为人家有时间 有这个前提条件 你就跟自己比 文道有先后 接触佛法的时间 又长又短 明白了这个道理 若是在自己的行为当中 看自己 是不是 离苦得乐 这个方向 有没有进步 我相信 大家如果听懂了佛法 在你人生当中 很多痛苦 其实早就不成为痛苦了 你的态度改变了 佛经里面 还把这个改变 归纳为四类 这样结果 是现实人生 改变的结果 有四类 第一类 就是你不停地去分别 比较的痛苦 开始变得 这个比较不再痛苦了 不去比较了 这叫做 转我们 以自我为中心 自以为是的观念 转过来变成平等性质 你看看 看看过去 看看未来 其实众生都是平等的 人家的错 曾经你也错过 人家的好 你将来也有希望这么好 因为将来我们都能成佛 所以你这么一想呢 你这个分别比较 就变得不比较了 所以转我直 变成一个平等的 平等性质 人家已经开发了智慧 我只是还没有开发的智慧 智慧是一样的 人家是金矿 已经打出来 炼出来 成为金戒指 我还在金矿里面 还需要提炼 提炼出来 也是金戒指 一样的 一点不差错 人家呢 心中的烦恼痛苦 发泄出来 去杀人 放火 成为坏人了 我的这些烦恼痛苦 在心里曾经也有过 只是我没有发出来而已 所以你这么一比较 也是差不多的 平等的心 第二种智慧 就是 本来的分别 神比人是气死人的 你现在的分别 变成智慧了 刚才讲过 变成妙观察智 诸位用功打坐的时候 脑袋里面妄想很多 很害怕 我告诉你们 你千万不要害怕 那个时候冒出来 那些妄想啊 大部分都是智慧 真用功的人会有这个体会 你定力还不够的时候 他那个智慧的 智慧的这个含量 还不够高 心很乱 坐在那里中想西想 含量不够高 如果你增进下来了 那个智慧的含量 绝对是越来越高的 有个老太婆 她打坐坐坐 两个小时以后 哈哈大笑 高兴死了 为什么呢 她想起来三年前 人家欠她买豆腐的钱 没有还 三年前她都想起来了 这也是智慧啊 本来都忘记掉了 你看 所以人心静下来以后 他很多的妄想 其实他想到以前那也是妄想 但他想起来了呀 还有一种智慧是 平常我们的思想啊 很多时候想的问题 都是不着编辑的 没有用的 比如说 你会在那里想 今天到底是哪个人在唱歌 今天电视节目 它会是什么样的 明天那个连续剧 接下去那个结局是什么样的 明天天那个国家队踢球 是会进几个球 他想这些东西 明天要看电视 应该看什么电视 老在那里想想想 结果你一用功忘记掉了 然后你说师父啊 我这个糟糕了 我越修行 我记忆力越差 我连看电视的时间都忘记掉了 师父就告诉你 你会忘记掉的那些 基本上是你不应该想的 真正该想的 忘记不掉 所以打坐 有一个阶段 你觉得记忆力差掉了 它是好现象 在增长你的定力 还有一个现象呢 就是你会越来越清晰 你去分别那些事情 一开始妄想很多 想来想去都想不通 打坐坐好了 定力越高呢 你越想越想通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有些人说 师父啊 你讲课怎么从来不备课的 真奇怪了 你看我这里讲 我脑子里面没有东西的 要是有东西就麻烦 就卡在那里了 我坐在这里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下一句话会讲什么 因为你学习了佛法以后 你通过打坐以后 就是有几次 我坐在那里打坐 在脑子里面 自己会冒出来 冒出来 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开始很讨厌 怎么妄想这么多 后来我突然发现 冒出来这些东西 未必是坏事 你就让它冒吧 结果冒来冒去 就变成智慧了 所以妄想 是指你所想的东西 会给人带来痛苦 你比较比来比去 变成痛苦了 凡夫的第六意识 这叫妄想 但是它一列转过来以后呢 你的比较变成智慧了 这叫做妙观察制 就是转我们第六意识的妄想 变成妙观察制 其实我告诉大家 东西还是一个 只是换了一个方向 还是那个东西 去分别说 哎呦这个人比我好 他比我怎么 他怎么这么厉害的 我做不到他这么好 原来我们想到他比我好呢 我们生气 嫉妒 或者自己灰心善气 觉得他厉害 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你现在转一个个呢 你一想到他比你好 你就知道了 哦 原来他是我的榜样 太好了 你赞叹他 你这么一赞叹 你的赞叹就变成智慧 变成你生命的动力了 所以诸位 你千万不要嫉妒 别人好的 你只要生一个嫉妒心 就意味着你将来 不会像他那么好 如果一个漂亮的人 在你面前 你嫉妒他漂亮 你以后会长得很难看 如果一个难看的人 你看到他 你傲慢起来 你觉得 这个人真讨厌 怎么这么难看 我告诉你 你将来就会像他那么难看 这个因果啊 丝毫不少 我亲身体会到 但是 当这个因 结成果了以后 你再也改不过来 很难改 告诉大家一个 事实的故事 你的笔脚 产生了什么样的心态 会是好的 我在 九一年 在福州读书 那一年放假的时候 搬住寺庙 缠住 卖门票 那天下午 游客很少 乡客都没有了 就是有一个女的 跑过来 买门票 我正好一个人 坐在那里 卖 那个女的跑过来 这两个牙齿啊 不是两个牙齿 这一口牙齿 黄得 发黑了 尤其是这旁边 两个尖的牙齿 又黑又白又花 特别难看 他跑过来买的时候呢 我把票卖给他了以后 我心里想 你赶紧走 你们有没有这样 看到难看的时候 总觉得 你赶紧走 我想着这个念头以后 这个人呢 他就还在那里问师父 要问佛法 他还问长问短 我心里想 你还不赶紧走 我心里都很烦了 我心里 想了这个以后 我通常感觉自己 不像个错家人 但是那个印象太深了 他走了 也没有什么 结果 两个位以后 我就发现 我这两个牙齿 缓掉了 你不知道 我二十岁以前呢 我一口牙齿 别人都说 我是洁白齐平的 那现在呢 这两颗牙齿 真的缓掉了 所以我每天后悔啊 但是忏悔来不及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心 因为那时候 我每天都打坐 心很专 心很专很近 当你心很专很近的时候 你一生的那个猎头 很容易在你身上 发现这个果报 所以没有智慧的人 你看到别人讨厌 你越讨厌 你将来就会像他那样 所以你们看到 要犯的人 不要讨厌他 你不给就不给 你讨厌了 你将来就有一辈子 会做讨厌的乞丐 这个果报 真的不可思议啊 所以妙观察智 就是告诉我们 你看到他的错 看到他的毛病 都没有错 这没有罪过 你看到他那样子 你心里想到 阿弥陀佛 菩萨慈悲 加持 让他以后好起来 你不能拿钱给他 不能帮助他 但是你的心 要帮助他 这样 你就不会变那么坏 他也因为你的加持 会逐渐的变好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应该是改变这个世界 不管多坏的人 都可以通过你的努力 改变过来 第三种智慧呢 是平常 我们的 炎儿鼻舌身 这五根 常常向外持求 烦恼不堪 通过戒定会的三学 你会使你的 这炎儿鼻舌身 五根 变成 成所作志 你就会成就 你的事业 举例说明 比如说这个眼睛 我们的眼光 平常是 谈好看的 不修行的人 你一定要打扮得 特别漂亮 一定要别人 获得别人 怎么样怎么样 看别人呢 也总要看好看的 不好看的呢 你就讨厌 但是你的心中 有戒定会的人 看他好看的 你赞叹他 你欢喜 随喜 这个人真漂亮 但你不要因为 他的漂亮 而生嫉妒 或者呢 在背后 看不见了 还在那里 老想 想着烦恼 我有一次同学聚会 就是我初中的同学聚会 他们也邀请我去 有一个同学很调皮 他问我 法师 你看到美女 会不会看的 我说我看啊 美女长起来 要是不看 她不是白美了 但是 我看不见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想看了 就不必再看了 有些人看到美女 走过去了还老想 看不见了再想 越想越烦恼 所以看到美好的 你看佛菩萨长得多专严呢 寺庙盖的多专严呢 让我们眼根享福啊 但是你要懂得 有智慧的人 通过你的眼睛 成就你眼光的智慧 所以艺术家会在这个世界 创造美好的艺术品 一个有眼光的人 他会自作出好的东西来 如果你眼睛瞎的 人家觉得好的 你偏偏觉得不好的 我们说 没眼光 所以学习佛法 要懂得这种眼光 就是一个 界定会 三学俱足的人 心里很稳定 你看到的东西 你知道 你所制造的东西 给人看了 心情安乐 了解真相 那么这个东西 一定是好的 就拿这个太平师来说 你看 大家来一次 赞叹一次 这是我们师父有眼光 把这个艺术品做好了 看得见的 这就是眼根 看见的东西 做成一个 你智慧的产品了 没有智慧的人 因为眼睛 看见了东西而烦恼 没有智慧的人会说 眼不见为近 看不见了就近了 那是傻瓜 那是瞎子 有智慧的人是 看得见也要亲近 看见好的 我们学习 看见不好的 知道改善 看见他不好的 帮助他改善 这是智慧 耳朵 听见的东西 也是一样 没有智慧的人 听得好听得 飘飘欲心 听得不好听得 气得不得了 有智慧的人 听得好听得 他知道 别人在赞叹他 那应该做得更好 希望别人 能够开心地赞叹 不是讲违心的话 别人不好的声音 传过来了 那我们知道 自己需要改善 自己做得 确实还不够 那么自己没有 做得不够 别人在诽谤呢 我们要想办法 应该改善他们 使他们不要诽谤 你看 听见任何声音 都可以使你 成为智慧 成为你生命 有努力的方向 艺术家 音乐家 更是如此 没有智慧的人 他认为 看不见 听不见 就没事了 那么有智慧的人呢 就知道 必须要看见 必须要听见 鼻子闻的香气 也是一样 没有智慧的人 只希望闻香的 不喜欢闻臭的 有智慧的人 在闻到臭的时候 他也知道 如何改变香的 闻到香的时候 不执着这个香 他能改善这个世界 使世界 成为更下和谐 所以我们庙里 每天烧香 借定慧 你看 借香 定香 慧香 泄脱香 泄脱之间香 舌头 这个味觉 也是一样 没有智慧的人 吃的好的东西 他很高兴 想吃 吃不到了 乱吃 吃错病来了 不喜欢吃的 就生气 人家红衣大师 持戒的 都了不起 人家给他做的 太咸了 或者太淡了 他就说 咸有咸的味道 淡有淡的味道 这就是智慧 他不是不知道 是知道 但是 知道如果你喜欢吃咸 他给你调咸一点 你喜欢吃淡 就给你调淡一点 但是自己不需要去刻意追求 那一样 有咸的 你也可以弄咸一点的吃 也没有罪过 喜欢吃淡的 也不是罪过 喜欢吃醋 也不是罪过 喜欢喝酱油 也可以 没有关系 但不要因此 而带来麻烦和痛 所以 真正 戒定会有受用的人 在这方面 他会自然地 成就 别人的 善业 身体 更是如此 没有智慧的人 他这一生 健康的身体 用来 钓鱼 打猎 吃喝玩乐 坑害社会 污染人间 有智慧的人 有这个身体 珍惜身体 保护好身体 让这个身体 能够为自己的生命 为这个社会 做更好 更有利益的事情 所以 了解 身体 没有错 有些人说 哎呀 师父啊 我夜上种啊 我这一生做人 我来生再也不做人了 我说你不做人 就会做鬼了 你如果再说不做鬼 你可能就做畜生去了 人还是不错的 人 在六道当中 是最宝贵的 做人有什么错啊 佛菩萨都来做人的 佛菩萨都在人间成道的 做人没有错 问题是 你没有界定会 没有修行 你把这个人 就糟蹋了 人是可以 离苦得乐的 而你呢 却纠缠在痛苦当中 感觉不到人生的快乐 人是可以稳定地生活的 你却在那里 斤斤计较 防脑的不得了 所以我们的人 是有病的 是有防脑病的 我们大家都有病的 都是防脑病 生死病 无名的病 把这些全部改过来了 你就是一个完人 就是一个圆满的人 圆满的人 就是佛啊 所以 第四种 而第三种 就是把眼耳鼻舌身 这五种 没有修学佛法的人 现实的人生 所有的烦恼 基本上 就是六类 其中的五类 都是在眼耳鼻舌身上 追逐外界的 色身相畏处 睡得不好了 又冷了 又热了 又这个手感好不好了 又那个怎么样了 一天到晚就去购物 买衣服 灌接 买了衣服又不穿 可以开 展览会了 一天到晚 先向外持 学佛以后 你马上发现改变了 你购物够少掉了 做好事都多起来了 你原来认为 那些衣服买来 都是快乐的 现在已经知道了 衣服本身 并没有什么快乐 心灵的安顿 生命有了方向 活得特别踏实 你做好人 也好的踏实 你哪怕有一点坏毛病 也坏得踏实 因为知道 这个坏可以改的 方向敢有了 所以第四种 现实的利益 就是能够成就 你在现实人生当中的智慧 银耳鼻舌生意 转变成成所作制 你想成就好看的事业 你就可以做好看的 你想成就音乐家 你可以把话讲得好听 以后不再伤害别人 你可以唱歌唱得很美妙 心地清静的人 他发出的声音 基本上大家都会喜欢听的 自私自利 心胸狭窄的人 那个声音很难听的 大家注意一下 自己心里慢慢地改善 身体的行为 如果你通过界定会 以这三个做标准 你在这个世界上 跟任何人交往 跟他交往当中 只会给他快乐 给自己快乐 绝对不会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 这是绝对的 不是相对的 只要你用界定会的标准 去生活 去做事情 这个事情绝对就是好事 没有大小出息 不管念佛诵经 还是扫地 洗厕所 都是一样 你以界定会的身心去做 绝对就是改善 就是成就你 曾所做的智慧 那么第四种智慧 这是我们的心 本来是迷失的 因为人生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生不知何来 死不知何去 前路茫茫 不知何往 生老病死 谁替得 咸酸苦辣 自承当 孤独的生 孤独的死 生死苦痛 无能带着 轮回来去 独自伤悲 这样迷惑 无足 无依无靠的生命 在你通过 界定会的学习 对三宝的彻底 归宜以后 你的心 就会像圆满的 镜子一样 照亮人生 大家反复地去 斟酌佛法的界定会 和自己的身口一样 你对人生 会有一种 俯视的感觉 就把自己跳出来 以往的角度 全部舍弃掉 你跳出来以后 照耀一下自己的人生 你在当下 就可以看到 重生到实 情因后果 过去所受的苦乐 未来 要得到的苦乐 应该是什么方向 了如指掌 这就是大圆镜的智慧 当然 大圆镜的智慧 是需要通过 前面妙观察 和平等圣的修行 最终才能圆满的 这个大圆镜的智慧 在现实的生命当中 是非常的安心的 所以 现实的佛法利益 是这四种 若可以贯穿我们 方方面面 这不但是现实的 四种利益 还有将来 得到真正的利益 就是解脱道 和菩提道 圆满成佛 这个利益 是真正佛法 不共世间的 独一无二的 佛法的要义 可这个要义 要明天给大家讲了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散报四从恩 下祭三福福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敬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